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欢迎收听民调局一文录 第218集 听了张燃天的话 萧和尚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郝征一打断 说了这么多了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把音学的地址说出来了 张燃天看了他一眼 手指着远处被雷电击打的海面 不管你信不信 音学确实在那里 证明给我看看 张燃天看了一眼好正义 一言不发 转身就朝蓝海坝那边走去 萧和尚给我和孙胖子使了一个眼色 我们俩心领神会 快走几步挡在他的身前 因为大腿伤口的缘故 张燃天一蹶一拐地走得并不快 走到刚才崩塌的蓝海坝前的时候 张燃天的脸色又开始变得有些潮红 他把手伸进口袋的时候才想起来 最后一瓶镇静剂已经吃光了 雷太激动 你先缓一缓 感觉好点了 我们再说怎么进入音学 不用了 我马上就能冷静下来 想不冷静都不行 说到这 张燃天突然猛的一跃 顺着蓝海坝的缺口就跳下去 我跟孙胖子已经抓住了他的遗脚 可惜张燃天跳海的心意已绝 他没等那个人拉他上去 在半空中解开了自己的遗口 整个人从大一里边跌落 到了大海之处 那边也有人把孙胖子拉回来 拉住我的是杨军 这哥们一直不言不语 想不到关键的时刻会被他给救 这时候萧和尚他们 也小心翼翼地站到蓝海坝的边缘 向下看去 下边的海浪一波一波地 冲打着蓝海坝的基石 哪还能看得见张燃天的影子 那边 把孙胖子拉回来的是好争一和亚 也难为他们俩 他两个人同时抓住了孙胖子的肩膀 把他给提了上 孙胖子二百六十斤的体重 一般人拉孙胖子的架长 就是跟他一块下去 好争一跟鸭都属于那种 干瘦干瘦的身材 看不出来会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 孙胖子这个时候脸色已经下白了 看清了是好争一把他拉上来的之后 缓了缓心神 好准这个大哥 这次多谢了啊 以后你要是倒霉塞到我们民调局的手上 我肯定帮你说两句好话 我这个 我关不了你两三年就能把你放出来 孙胖子的话把郝正一说乐了 他刚想说话 却被孙胖子的最后一句话给堵了回来 不是我说啊 后准他大哥 这次 是不是你故意把老张放走的呀 孙胖子这句话的声音不大 但是已经足够让我们这几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郝正一的身上 好会长看着我们苦笑了一声 又转脸看着孙胖子 刚才我应该让张仁天把你带走的 郝正一也走到蓝海坝的边缘处 手搭梁棚 向海面上看了一阵之后 郝会长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块碳银灰 捏碎了之后 任由碳银灰的粉尘被海风吹得到处都是 可惜碳银灰四处飞散 却没有一个固定的走向 这个结果让郝正一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他低头想了一会儿 最后转头看向萧和尚 萧古文 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萧和尚倒是不信孙胖子所说 张仁天是好征一孤一放走的 但是眼睁睁看着张仁天掉落到海里 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难不成殷学真的在海底 萧和尚也犹豫不定 最后还是余国主任先开口 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张仁天 我们是不是先把地上躺着的这些人弄醒啊 这些哥们躺在地上的时间也不短了 别没被张害死 却活活冻死在这啊 余国说的也有道理 这事我们插不上手 只能靠杨军 他在晕倒的人群中来回的穿梭 好几百号人也够他忙活一阵的 就在杨军忙活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远处的雷电突然停止了 海面上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漠 紧接着好像将什么东西抽入了海底 和昨天快艇出事是几乎一模一样 随着漩涡的出现 海面上又弥漫出一股浓浓的死气 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海面上的漩涡逐渐的变小直至消失 那股死气也跟随着消散在空气当中 我们这边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 望着这幅异象 你们看清楚 这什么东西被卷进海底了吗 在场的都是有天眼的人 出事的地方虽然远 但是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被漩涡吸入海底的 是张燃天 难道这样就结束了 虽然亲眼看着张燃天 被漩涡吸进海底 但是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就死了 远处的救援船只 看到海面上的异象 更不敢再向这开过来 最后陆地上派了十几艘快艇 绕开了出事的海面 一趟一趟地把岛上的人送回陆地 等快艇到码头的时候 晕倒的人已经差不多都被杨军救起 这儿的人分成了几个批词上船 副市长那个团体第一第二批上快艇回陆地 酒店的员工分在第三第四批 谢杰仁现在不受待见 被分到了最后 我们这边 雨果和萧和尚两个人嘀咕了一番之后 决定萧和尚跟随第一拨人回到陆地 打电话向民调局汇报这儿的情况 最后还是孙胖子找到副市长大人 运用了一点的厅级领导的特权 把我爷爷一大家子 还有萧和尚送上了第一拨回陆地的快递 我爷爷本来要拉我一起上船的 我编了一个要留下来 看守事故现场的理由 说是要当地公安局的人来了 我一交了现场 等说明当时的情况之后 就回到陆地上跟他们会合 我爷爷这才勉强同意 不过我弟弟就麻烦一点了 昨晚他没看见他老婆 就提心吊胆了一宿 现在他一定要等谢莫愁一起上船 无论我二叔和二婶怎么劝说吓唬 他都铁了心要留下来 等到最后和谢家的人一起回到陆地 眼看着快艇就要开了 我弟弟也没有松口的意思 最后我二叔二婶 只能拜托我照看好他们的宝贝儿子 我提心吊胆的看着一艘艘快艇 载满众人向陆地上驶去 好在行驶到出事海域附近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 眼看着这些快艇陆续绕过那片海域 到了陆地上 我这悬着的一颗心 才算回到了肚子 岛上的其余众人看到快艇 顺利回到了陆地上 都是一阵雀晕 这个时候 我发现我们这边少了几个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孙胖子和郝正义 这俩人悄悄地走开 我找了一圈才发现 孙胖子在酒店的那一堆人里边 他正和一个好像是酒店副总无恙的人 连说代笔或者讲着什么 他摆回了一阵之后 那位酒店的副总又低头想了半天 可惜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孙胖子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正打算换个人 再去打听点什么的时候 副总的身边有个男服务员 听到了他俩的谈话 突然对孙胖子说了句声 孙胖子眼睛一亮 将这名服务员拽到一边 他们俩人继续刚才的话题 这名服务员一边说话 一边手指着酒店后面的方向 孙胖子向他手指的方向看了几眼 可能是怕这名服务员 有什么说漏的地方 还掏出纸笔 让服务员在上面画了一张图 等到孙胖子拿到图看明白之后 和那名服务员客气了几句 又回到了我们这边 没等我问他 孙胖子先向我递了个眼色 我明白他什么意思 把倒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装作没事人一样的 看向别的地方 没想到这一次我歪打正着 正好看见郝正义 正蹲在蟹旁的身边 鸭站在他的身后 这俩人都是背对着我们 孙胖子刚才的事情 他俩应该没有发现 谢庞年走了 谢莫愁和郭晓妮 正和郝正义低声说着什么呢 不过看郝正义 微微摇头的样子 应该也没有得到 什么有用的答案 孙胖子还是一脸 笑嘻嘻的样子 走到我身后 用我挡住了郝正义的视线 老子 一会儿拉上杨军和余果 我们去到那一道看看 可能会有点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去找余果 你和杨军说一下 我们一个一个走 到酒店后面几号 不是我说 你千万千万 别让郝正义和鸭开来过来 孙胖子说完之后 嬉皮笑脸的又走到余果主人的身边 他搂着余果的肩膀 俩人唧里咕噜的说了一通拉丁文 我也趁着郝正义和鸭不注意 凑到杨军的身边 小声地告诉了他孙胖子的计划 杨军的脸上没有一点惊讶的表情 他也不回答 微微点点头之后 就进了酒店员工的那对人里边 三转两转之后 我就找不着他们 回头再找孙胖子和余果 这俩人也没了踪影 现在这儿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这还是一个一个走的节奏吗 郝正义和鸭还没有注意到我们 郝正义好像把希望 都寄托在了谢庞的身上 他指望着谢庞能回忆起有价值的线索 趁着他俩不注意 我悄悄地穿过人群 怕被郝正义发现 我还特意绕了个圈 确定郝正义没有看见 我才跑到了酒店的后门 果不其然 我到酒店后门的时候 孙胖子 余果 还有杨军 已经等在那了 拉子 那哥俩 没看见你过来吧 再怎么说 我也是特种兵出身 被他俩发现 我还能过来吗 大声 别废话了 你直说 到底发现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了 我说完之后 杨军和余果俩人也是盯着孙胖子 看起来他俩跟我是一个想法 孙胖子笑了一下 在口袋里掏出刚才那名服务员 画的那张图 在我们面前展开 他的手 只向图中画的一个圆圈 我虽然不知道 阴穴是什么玩意儿 但是我也不信 张燃天是在海底发现阴穴的 有人看见张燃天 在这口井的附近凭空消失过 他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刚才说给我听 我听出脸意思来了 图中的那一口井 位于岛后方的海参养殖场 和酒店的中间位置 这所养殖场是谢庞当年起家的根本 被他认定了这是一座福地 之后谢庞虽然又在其他地方 陆续建起几家更大的海参养殖场 但是这一家 谢老板一直没有放弃 第219集 说张燃天在井边凭空消失 还是有些夸张 那件事发生在一年多以前 给孙胖子画图的服务员 当时在厨房打杂 有一次他替大厨去养殖场取海参 回来的时候 看见张总在一处旱井旁瞎转眼 当时他距离那处旱井也就百八十米 看得清清楚楚 井边的那个人就是张燃天 当时服务员骑的是自行车 一晃神的时候这车胎啊 被路上的小狮子给蹦了一下 等到他扶好车把 再次抬头看前方的时候 才看到那只剩下那口孤零零的汗气 而张燃天已经没了踪 这个过程也就是两三秒钟 一个大活人就消失在了空气中 那个小服务员还以为张总是坠井了 但是跑过去扶住井檐向下看 下边石头砖块什么都有 就是看不见刚才消失的那个大活人 等到他心惊胆战的回到酒店的时候 才看见张总正坐在大堂和谢老板聊天 张总没事 还在 那就是自己看花眼了 这一年多来 这名服务员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十来分钟之后 按照图中画的位置 我们看到了一年前 让张燃天失踪的那口汗气 这口井的井台 和我老家那边的砖头井台不一样 整个井台都是由青条石来成的 最上面井沿的位置 已经磨得相当光滑了 只是干汗的年头多了 早已失去了井台特有的水印 一看就不是最近几年挖的水井 我们几个人围着水井转了一圈 就这么在水井上面看 完全看不出下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这井下边黑洞洞的 不过我们四人借着天眼的能力 还是能清楚地看出来井下边的景象 目测这口井的深度 大概有二十多米 也不知道多少年没用过 这口井虽说是一口汗井 但是里边也布满了青苔 滑腻腻的看着心里边就有点腻了 好在这距离酒店和养殖场都不近 否则的话 这儿就是天然的垃圾村放松 孙胖子天眼的能力最差 他只是看了几眼 意思了一下 就回头问我们 三位 不是我说你们能看出什么名堂吗 那个阴穴到底有戏吗 其实他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把我绕过去 我摇了摇头 转头顺着孙胖子的目光 看着于果和杨军两人 杨军低着头不言语 最后还是于果回答了孙胖子 孙胖 我的朋友 在我的理解之下吧 线下有两条路 第一 肖古文已经打电话向民调局求援了 如果速度快的话 今天下午民调局就会有人过来 我们守好这口井 剩下的等局里来人 再决定怎么处理吧 第二条路呢 就要搁几个辛苦一趟了 在局里来人摆平这里之前 我们四个人先下去溜一圈 找到阴穴更好 找不到呢 搁几个也没什么损失 姓张的既然能全身而退 那我就不信了 我们会比他倒霉吗 于果第二种说话的方式 让孙胖子感到很是亲切 他眯缝着眼睛 听于果主任讲完之后 不动声色地在杨军的脸上扫了一眼 我这心里突然就开始发毛了 右眼皮也开始一个劲地直跳 这胖子八成是把杨军给豁住去了 但是把杨军豁住去 为什么我会这么心惊肉跳的呢 于果主任说的有道理 不过 还是有个问题 谁能下去探讨路去呀 不是我说这下边 这应该没什么危险吧 但是吧 这咱还是找身手好的 下去稳刚一点 是吧 孙胖子似有似无地瞟了我一眼 我被他这一眼瞧得突然明白过来 这是要我第一个下去探路啊 我抢在他提到我名字之前 看向杨军 是啊 那第一个下去的当然不能是普通人了 杨军 这次就麻烦你了啊 哎呀不行啊辣子 你如果下去出事的话 杨军在上面还能想办法救你 但是如果杨军下去出事了 那我们三个谁去救他啊 是不是 你想想看 啊 他都搞不定了事情 那我们下去 不还是一样搞不定吗 是 是不是啊 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还微微地向我挤了几眼睛 虽然明白孙胖子这是有所企图 但是我还是跟他争辩了一句 大尚 为什么一定是我下去啊 你就不能下去转一圈 辣辣 我下去呢 倒不是不行 但是你猜在我下去之后 那井下面那空间还够我转身的吗 最后也就只有我下去了 我们开始在周围找绳索之类的东西 这里附近一眼就望到底了 哪有什么绳子 没办法 只能舍心求远 酒店不能回去 孙胖子拉上我 去海参养殖场里碰碰运气 走出了阳君和雨果的视线范围之后 我开始质问孙胖 大尚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一下就把我豁出去了 我以前怎么没见你这么大方 辣子 没难你了 我刚才想着都管闹出血了 现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只有你下里才是最好的呀 你也甭客气 什么叫这种情形之下 只有我下去最好 孙胖子回头看了一眼 确定那俩人没有跟过他 雨果不能下去 他不可以推类似阴穴吃累的东西 接触的太多 大尚 雨果这怎么了 我就不明白了 挺好一孩子 怎么就不受你们呆解呢 你不想想 事前局里的大型事件 为什么没有他吗 局里边最闲的一个主人就是他了 只有冲场面的时候才用得着他 辣子 不是我说 这哥们所处的位置太特殊了 高亮他老人家 不想这个外国人进入得太深了 那你不会不叫他过来吗 开玩笑 辣子 现在就他一个主人 我不叫他那像话吗 我看了他一眼 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胖子跟以前不一样 虽然谁都知道他一肚子的心眼 但是可能这是以前坐卧底时候的习惯 他一直都是装傻充能 尤其是遇到正事的时候 他很少出来挑头主事 基本都是躲我后面 但是这两天他这反应太不寻常 主动出来找郝正义的麻烦 又把张燃天给揪了出来 他干的完全就是主任的货 难得的是萧和尚还没有跟他争的意思 好像已经默认了现在的这种局面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已经发生了 不过孙胖子在我面前还是老样 听着他插颗打昏的段子 我们到了岛后的海参养殖场 这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蟹庞发家之后 又在别的地方办了几家这样的海参养殖场 尤其是在前岛建基酒店之后 他海参养殖的中心已经转到了别的地区 严格来讲 这里现在只算是一个养殖海参成品的海域而已 海参苗在别的养殖场里培育 等到发育的差不多了 才会通过特殊的工具投放到这片海域里 我和孙胖子房前屋外转悠了一遍 没找着绳子 最后却在配电室里边 找到了一大盘百十来米长的高压电线 没绳子 这种比大拇指还粗的电线也能凑合着用 只是这一大盘电线实在忒沉 我在养殖场里找了一架拉沙子用的三轮车 好容易才把这一大盘电线给拉了回 回到汉井之后 雨果帮着我们俩先将电线围着井台绑了四五圈 我试了试 确定了稳固之后 将高压电线的另一头甩进了井内 我们动手的时候 杨军并没有上来帮忙 看在他们六十五主任的面子上 也没人跟他计较 杨军看了我们一眼之后 就从背包里把黑猫给抱出来了 这只黑猫 比刚才孙胖子 把他扔到张燃天身上的时候要老实多了 可能是这两天呢 神经崩得太斜 现在呢 他没了威胁 竟然在杨军的背包里边睡着了 就连被冷风吹到 他都没醒 杨军轻轻地捋着黑猫像段子一样的毛皮 慢慢地围着汉井转了一圈 他没事人一样 也不避讨我们仨 将几根刚从黑猫身上捋下来的猫毛 就给扔到井里边 看着猫毛慢慢地消失在井内 没有发生任何异响 杨军又抱着黑猫后退了一步 将下井的路让了出来 这时候我们这边也准备好了 我抓住电线 马上就要滑下去的时候 孙胖子脸上也收敛了笑容 哎 辣子 你下去看一眼 要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你赶紧就上来 拿不准的东西你也千万别逞强 你等局里的人来了 你告诉他们下面怎么回事就行 大圣 怎么让你说的 这下边跟龙潭虎穴似的 你心里要是都没底那就算了 要不然等局里来人了 咱们再说 还是让我下去吧 这一切都在主的注视之下 上帝不会看着他的信徒 遭遇到魔鬼威胁的 孩子 你得拉倒吧 鱼国主任 这年度干爹都不能信 不是我说你 昨天的大鱼 这没把你淋透是吧 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向我使了个眼色 我明白孙胖子不想让雨果下去 没等雨果再说什么 我的手指微微一松 人已经顺着电线滑了下去 几秒钟之后 我的鞋子踩到了井里 这口井当初不知道是怎么挖的 里边的空间竟然是一个葫芦度 比从上边看下来要搭上不少 起码孙胖子下来原地转几圈 绝对没问题 看来挖这口井的也不是一般人 在上边看下来能产生一种错觉 还真以为这口井里边是直上直下的桶子 井下满地都是碎砖头 还有水泥块 还有一些碎纸和破包装箱之类的生活垃圾 但是又有明显地整理清扫过的痕迹 看起来这口井 以前被当作垃圾厂使用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放弃了 还有人专门下来清理过这 我小心翼翼地在地面上各个角落里 都仔细看了一遍 没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况 更谈不上发现类似暗道之类的机关了 拉拉 拉拉 下面有戏吗 自己下来瞧 这句话刚出口 我的目光就被井壁上的一块鹅卵石给吸引住 这块鹅卵石上没有一点青苔 本身就是绿的 混在满是苔藓的井壁上 还真不容易被发现 要不是这一下无意中抬头 拉扯我也就错了 我越看这颗鹅卵石越不顺眼 但是犹豫再三之后 还是没敢伸手去碰 如果这真是个什么机关 我无意之中真把阴穴打开了 那可不是好玩的呀